您好上师我想说您我是刚才您说的是第三类人 我只知道今生不知道来世 但是我相信有来世 但是我是觉得我长得这么大 就是这个我也有些经历 那么人呢就是在逆政中才能成长 那么我今生修了来世 来世我觉得来世顺不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 这么说人有了一旦有了一定的经历以后呢 他才会去成长 那么来世让他怎么 他如果要是没有逆境的话 他不会成长 那么来世就让他自己去修嘛 那么今生我修什么才能把来世修得很好 我觉得好像是无所谓的事情 您能给我解答一下 今生怎么修才能说让我认为来世对我有什么好处 或怎么着呢 我是属于第三类人 刚才您说的那种 你说相信来世的存在 但是相信来世的存在呢 是不是你相信明天的存在那样 如果你相信明天的存在或者是相信下半生的存在那样的话呢 你也许可能不会不在乎 如果你跟下半生和明天的存在一样的话呢 也许你对来世不关心一样 对今生当中的明天以后的这一辈子的事呢 也许不会关心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是相信 但是相信程度呢 有所差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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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從未來生在後半或是你生命的確信, 你未來生的情況下, 你未來生後半或是你生命的確信, 你未來生日後半或是你生命的確信, 你不想像是你生命的確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